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股市节目 最近中国股市迎来了令人瞩目的三万亿美金牛市 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让人心惊的市场波动 仿佛让人回到了2015年的崩盘记忆 CSI300指数经历了剧烈的价格波动 自周二以来几乎下跌了9% 而在三周内却上涨了35% 这种波动主要是由于日间交易者的获利了结 和对财政刺激措施有效性的担忧所引发的 在亚太地区 私募资本市场也在期待来自中国的积极信号 尽管中国在这一市场的贡献有所下降 但政策支持和潜在的改革可能会促进增长 根据Prechain的预测 亚太地区的私募市场 筹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6.7% 而风险投资预计将实现最高增长 与此同时 投资者对印度 日本和韩国等新兴金融市场的兴趣日益增加 尤其是在中国经济面临不确定性之际 最后 中国的经济改革正通过刺激措施 迈出重要一步 旨在实现可持续增长 关键措施包括降息 减税 以及从出口驱动型经济 向以国内消费和创新为主的转型 面对结构性挑战 需求策政策将是提升消费者信心和收入保障的关键 虽然近期的刺激措施提供了短期缓解 但更深层次的改革 对于实现经济的韧性和平衡未来至关重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股市在经历了3万亿美元的牛市后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波动性 令人想起2015年的市场崩盘 根据彭博社的数据 基准 CSI300指数的10天实际价格波动 已达到2015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随着日交易者纷纷获利了结 市场情绪变得谨慎 尤其是在财政部即将召开重要会议的前夕 自周二以来 CSI300指数已下跌近9% 部分回吐了过去三周35%的涨幅 市值增加了3万亿美元 小型公司的波动更为剧烈 深圳创业版指数在短短7个交易日内飙升67% 但在接下来的三天几乎抹去了一半的涨幅 投资者追逐市场的热潮 加剧了波动性 尤其是在零售投资者的参与下 市场的每日成交额 创下了3.43万亿元人民币的历史新高 南华早报进一步分析 亚太地区的私募资本市场 有望受到中国政府刺激政策的支持 根据数据提供商Pretchen的研究 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私募资本市场的贡献 在近年来显著下降 但北京的刺激措施和改革可能会带来转机 Pretchen的Angela Lai指出 中国仍然是亚太私募资本市场的重磅选手 经济的强劲复苏可能会进一步推动区域预测的上升 尽管如此 投资者对中国的态度仍然谨慎 预计亚太地区的资产管理规模将在未来几年逐步恢复增长 尤其是风险投资领域的回报率相对较高 吸引了投资者的目光 南华早报还提到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 改革和刺激措施旨在稳定增长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虽然这些措施是重要的第一步 但要实现可持续增长 还需要更复杂的经济战略 这包括增强消费者信心 解决收入不平等 推动结构性改革 以及加强创新和技术发展 政府需要在促进消费的同时 关注社会稳定 并通过灵活的劳动市场和教育改革来提升人力资本 此外 环境可持续性 也应融入经济规划中 投资绿色技术和基础设施 将为中国在低碳经济转型中提供新的增长机遇 虽然近期的政策措施 为经济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但中国的未来 仍需在创新 国际合作和区域发展策略上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